刘培圆的英文教室 知识阅读篇第33集 认识二次世界大战 这集把它讲完 现在有13个Youtube频道大本是讲英文的 可以的话就13个频道都按订阅 我们把它讲完 La美国大红盟是指数科典奘 因为这个二十大战它结束嘛 这边是讲它最后的一个后一阵 在二十大战之后呢在亚洲 这个美国呢就是 导致了一个occupation战里的日本 就是日本战败嘛 美国战里 然后有麦克阿瑟 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代表美国统治他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些那个管理的日本的那个一些先前的一些岛在 在西太平洋的岛上等于接收了 然后再次同时外啊 再次同时呢 苏尔也并吞了啊 合并了一些啊 这个枯叶岛的南部 还有这个青岛群岛等等啊就是有一些变化 那在啊 这边是日本的还有这个枯叶岛这些那在韩国呢 先前是被日本统治 那在战后呢 他分裂了 然后苏联呢就占领他的北方 美国就占领南方 在1945年到48年当中 那这个南北呢 这个两个 那个separate 各自分开的这个 共和国呢 啊 就是 在38度线啊 在1948年分38度线 那南北韩呢 就是南北韩 那南北韩 南北韩呢都 各自宣称呢 他们都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啊 是韩国的合法政府 那僵持不下之后啊 最后导致于啊 那这边没有写这1950 看这1948之后两年啊 爆发了韩战 啊 爆发了韩战 The global economy suffered heavily from the war of their participating nations were affected differently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d much richer than any other nation leading to a baby boom and by 1950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pers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powers and it dominated the world economy 啊 这边就是美国独大了 这世界的经济呢 suffer 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啊 啊 虽然那个每一个参战国呢 它受损的程度不一样 那美国呢 Emmir出现了啊 to much richer 它变得 啊 有钱多了啊 因为它是战争的收费者啊 比其他国家 然后也导致了一个婴儿潮 战后的婴儿潮 就是1945年之后的婴儿潮 像柯林顿啊 美国前面总统 柯林顿就是那时候出生的 那到了1950年呢 啊 它的美国的 是美国 美国的 啊 GDP 国民生产毛额 这per person 又变成这个 每个人的平均的国民生产 毛额呢 就是国家的生产力 国家的整体经济的表现啊 它是比其他国家啊 都要来得高 然后美国呢 也就是美国 就主宰了这个世界的啊 经济 recovering began with the mid-1948 currency reform in western Germany and it was beta by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that the Marshall plant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caused the post-1948 western Germany a German recovery has been called the German economic miracle 啊 就是这边开始复兴了啊 就开始在1948年啊 因为战争结束开始复兴了 就是大家开始恢复经济了 啊 也做了一些那个 currency 的货币 货币的改革在西德 啊 因为那时候德国就分成东德西德 东德输入控制 啊 西德就是以美国为主啊 英国为辅他们控制 啊 而且被加速了 他是SPEED的过去史啊 过去分尺啊 加速 就是自由化 欧洲的整个经济自由化 然后这是美国用一个叫马歇尔计划啊 啊 去帮助他们啊 啊 出钱啊 出各种技术啊 资源啊 去帮助欧洲复兴啊 就是啊 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他们 啊 然后战后呢 一九十八年啊 啊 这个西德呢 recovering 它也恢复了 然后被称为啊 德国的一个经济奇迹啊 呢 Italy also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boom and the French economy rebounded by contrast the United Kingdom was in a state of economic growing and they're receiving a quarter of the total March of Plain Assistance more than any other European country and continue in relative economic decline for decades 那Italy呢 也经历了一个经济的 boom 就是繁荣 有精力繁荣 就是恢复的也很好 然后法国呢 也反弹了 回弹 就是也开始进步 但相对之下呢 这个不列颠呢 就英国呢 他就是遭遇到经济的毁灭 然后呢 虽然那个他得到了马歇尔 美国那个马歇尔计划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资源 这个比例很高 比其他的欧洲国家 接受美国的援助都更多 但是他仍然呢 这个在 就是一个代表十年了 在数十年当中 还是遭遭到经济的一个 下滑 The Soviet Union despite enormous human material losses also experienced rapid increase in production in the intermediate post-war era Japan recovered much later China returned to its pre-war industrial production by 1952 那苏热呢 虽然他遭受到重大的 重大的 这个人员呢 跟物资啊 的这个 这个 这个损失啊 他们也经历了一个 快速的一个成长 在这个生产方面 在后来 那日本呢 那个复兴比较晚一点 稍微晚一点 那中国呢 就回到战前的工业水准 中国没什么进步 最后impact就冲击了 这边就介绍了 到底二十大战死多少人 caduity就死伤了 还有这个战犯的行为 这个就是屠杀啦 毒气弹啦 这些 这些人员 最终的数损失 在战争 是 因为 很多死亡 都被冲击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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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万 冲击 冲击 几万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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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估计呢 就是整个所有二次大战的伤亡人数 死伤啦 就是 轻伤不算啦 就是 死掉跟重伤啦 因为重伤没办法恢复嘛 比如断腿断脚啦 变成瞎子啦 或者变成神经病啊 等等 这些没办法 就是死亡跟重伤啦 他的这个估计 Larry就是不同的 因为 许多的死亡呢 没有记录 那多数呢 suggest 这不是建议啊 多数就是提出 他的论点啊 多数的看法是 大概有六千万人 命令是百万 六四个百万 就六千万人 死掉了 在这个战争死掉 那包括了 大概两千万的军人 军事人员 Personal 不管是前线的军人 然后后线的这个 后勤部队 反正是军事人员 然后四千万的平民 所以 你看 平民是 这个军人的一倍 就是多了一倍 double 所以 就是你可以记一个数字 而知道在死亡人数 大概有六千万人 那死得很惨 许多的平民呢 死于什么呢 deliberate 蓄意的 genocide 你说genocide Massacre 都是屠杀 genocide 是种族屠杀 种族灭绝 Massacre 就是不一定是种族 就是大屠杀 像那个 像那 犹太人就是genocide Massacre 就不一定 就是可能看到那边 很多人就杀掉 就不一定是 单一种族 然后这个大规模的 轰炸 还有疾病 还有饿死 而这个苏联呢 alone就是光是他 独自的 仅仅是苏联呢 就损失多少 两千七百万人 最惨 就已经整个 亚斯坦的死亡人数 将近一半 然后呢 在这个战争期间呢 将近有 八百七十万的 这个军人 还有 这个 一千 一千九百万的 这个平民死掉 所以输入最惨 其实是中国 当然是德国 然后呢 你看 Accord就四分之一 这个苏联 有四分之一的人 受伤或死掉 哇 你看多惨 两成五 四分之一的 这个老百姓 或者军人 非死即伤 这个四分之一 多惨 那德国呢 Sestine 这个Sestine 维持了大概有 五百三十万 军事 军事人员死伤 那个死亡 也很惨 那大部分呢 不过那个德国 是军人死的多 平民还好 那中国是 这个老百姓 也死的多 所以整个算起来 中国第二 这个 德国是第三 大概日本是第四 大概这样 那大部分 德国军人死呢 都死在这个 东部战线 就是进攻苏联的时候 然后这个 还有在最后 洛曼蒂登陆以后呢 这个 这个 梦军啊 又这个 杀了很多德军 这边就说 被大致杀的太多了 所以前面说 纳粹军人 德国军人 他死了五百三十万嘛 可是这个 德国人 纳粹 希特勒杀死了更多 所以这估计呢 大概有 一千一百万 到一千七百万的 平民 死掉了 就直接或间接呢 死在纳粹的 这个政策之下 屠杀政策 包括呢 大规模的杀 大概六百万人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犹太人恨死希特勒 恨死德国人 六百万个 所以后来 希特勒那个时候 他定了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 名称一下旺 也不用用子弹了 这个杀六百万 还六百万颗子弹 毒气 用毒气 毒气比较快 所以就建造了一个集中营 然后用毒气 这样子杀的比较快 杀了以后呢 还要废物利用 怎么叫废物利用呢 人那个煤气毒死以后呢 烧掉 烧掉以后呢 他假牙了 这个金子了 反正就是 这个他身上的财物 全部剥夺了 然后甚至连那个 有些那个假牙 金牙什么东西 全部都剥下来了 这个很恐怖 他除了杀这个 这个犹太人以外 还杀了Roman Roman就是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 就是那个基布赛人 还有同性恋 然后呢 还有至少 一百九十万的这个 这个单一种族的波兰人 还有上百万的斯拉夫人 包括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跟这个 Belorussian 就是白俄罗斯人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等等 在亚洲的部分呢 还有太平洋的部分呢 就大概有三百万人 就大概有三百万人 以及这个 一千万的平民 所以这边大概漏了三百万的军人 跟一千万的平民 大部分是中国人 就是估计有七百五十万 所以中国损失第二大 被这个日本 日本这个杀掉 所以前面说 苏联大概两千七 那中国这边呢 大概是 这个 三百万加这个 加 加这个一千万 这个 然后这个最 就是最臭 恶名昭彰的 日本的屠杀呢 罪行 attrocity是罪行 就是南京大屠杀 Lanking Massacre 所以日本后来 有些人否认说 应该没有大屠杀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这个有当初很多纪录片 这个当时各国都知道 所以日本有时候后面 这个也否认 威安妇 否认南京大屠杀 当然也被人家攻击 说这无耻 日本人无耻 这么大的罪行 这好汉做是好汉当吗 当杀多少人 南京大屠杀多少人 当然没有 这个也没办法去 那么统计 但是 但是那么规模的话 不会是几百人几千人 这多少万人 所以南京很倒霉 这个南京 这个日本大屠杀南京 前面太平天国的时候 被谁杀呢 那太平天国是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嘛 就又被那个中国藩杀掉 可是中国藩是 透过他地理 他地理中国权 先进进城去 大杀一顿 所以 所以那时候 这个太平天国就说 那个真实兄弟 是人徒 人啊 徒就徒夫的徒 人徒专门杀人 所以南京很倒霉 这我的故乡 就是南京 真倒霉 然后在里面 大概有这个 50到300,000 就是大概到 所以这边写的有点怪怪 就是 50 50个人到30万 这个差太多了 这差太多 怎么50个人到30万 这个 这个搞不懂的意思 就是 最多 不管了 最多就是30万 被杀掉 说最少50个 那怎么可能 南京怎么才可能 被杀50个 就是最多了 30万 那一般就是 大概7、8万 一般的奖法 就我看其他资料 就大概 就是最少说 7、8万 最多到 20、30万 这样子 又没办法统计 就是 中国老百姓呢 大部分是老百姓 因为军人撤走了 就是 女的被强暴了 或者来的就被杀掉 那这最后一段 就是 The man has bombed in the cities in Europe And the Asia has opened Being called a world crime The USAAF Firebombed The total of 67 Japanese cities Killing 393,000 civilians And destroying 65% of build-up areas 那就是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呢 在欧洲 以及在亚洲呢 就是指那个 德军啊 还有日军啊 轰炸 轰炸什么 法国啦 英国 还有这个 日本轰炸 亚洲就 包括主要是中国啦 那也包括香港啦 马来西亚 这些新加坡等等 通常被称为这个战争犯罪 战犯 战争的罪行 那这USAAF是什么 就是USA 美国嘛 Air Force 美国的空军呢 Firebombed 轰炸了总共67个日本城市 所以日本也很惨啦 而且很多汽油弹 比一般炸弹 比一般炸弹厉害 因为炸弹只一炸啊 这个 方圆 比如说几百公尺啊 那但是汽油弹 一炸 一炸去烧起来啊 所以防务 还会互相再烧 所以更厉害 杀了大概39万 快40万的这个 这个日本人 然后摧毁了 65%的Buildout 就是各种设施啊 在这个 轰炸那个地区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讲完 反正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战争 所以我们花了十篇呢 就把它 讲一下啊 当然也不能讲太详细啊 就大家如果真的看的话 就对二次大战来龙去满 前因 战争 后果啊 其实影响 一直到影响到今天啊 我们这十集把它讲完 一方面大家学学英文 一方面就增加一点尝试 那这个围机里面没有写的啊 不管它中文版英文版 没写出来的 那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在我个人的 这个 这个知识范围里面 也做了一个解说 那我现在有13个YouTube频道啊 那个大部分讲英文的 可以的话就大家 就把它按个 13个都按个订阅啊 这集讲到这里